各位好啊 好多朋友在这评论里也好啊 还是死信里也好 都跟我要求过 说老婆啊 跟我们发个经费追猪的吧 说句实话啊 我对这个题材不是特别擅长 因为我不知道说我妈 就一辆警车 嘴前面那辆车 一嘴嘴好十分钟 有呢一两个小时都有 除了蚊蚊蚊里 骂手也没有 你说我说我妈呢 没得合数 但是呢 既然朋友们要求了 那我就试试 紧这视频啊 放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首府 这地方叫圣达飞 这是圣达飞一家星巴克 视频里这小窗口啊 是开车去星巴克点外卖这窗口 叫Drive Thru 中文叫德莱苏 这德莱苏这名字啊 也是前一天我发麦当劳打架那视频的时候 我才知道啊 中国这个叫德莱苏 Drive Thru 德莱苏 咱在国内确实有搞人啊 这名旗太牛逼了 这法隐这意思 都到位了 这是新墨西哥州的一个早上 八点来中 一辆黑色旗啊 就停在星巴克这个德莱苏家 车里坐两个年轻人 都二十多岁 一男一女 俩人啊 都穿着黑色掏头衫 戴着黑色的帽子 黑色太阳镜 俩人还都围了一条黑色的围紧 很明显啊 这俩人不想让这检控视频啊 录下来他们俩的样子 虽然这俩人啊 把这连都无地暗事实 但是新墨克的售后员呢 也没提醒 因为疫情期间 很正常 这大家去什么产馆啊 点外卖啊 一般来说都戴着口罩 或者是围个围紧 人家都怕得性惯嘛 所以新墨克这俩员工呢 都觉得这俩人这搭配呢 挺正常的 没想到啊 这俩是个抢劫犯 正当受货员 把他们俩点那东西 都准备好了 垫着给他们的时候 这小把枪套上来了 那女受货员当时啊 条件反射 啪把手就举起来了 那小说 姐你别乱动啊 兄弟我是求财来的 你也别怕 赶紧 把你手印记里的签 都给我拿出来 少一分钱都不行啊 少一分钱 我打死你 这姐一听吓坏了 举俩手啊 在那直传大气 另外一个授护员呢 就赶紧 把手印记打开了 把里那签都拿出来了 大概有那么五百六块钱 就都给那匣子了 那小拿着钱 开车就跑了 然后这星巴克就报警了 可是这种事呢 在美国太多了 一共抢了五百块钱 太少了 警察根本就不会当回事 所以来说这种案子 一般来说根本就破不了 但是呢 这小瞎了两点多呢 又去另外一家星巴克 同样的手法 他又抢钱去了 不过这回啊 他这点有点背了 让警察给堵上了 警察就开始追他 他呢 开车就跑 这么一来呢 这警匪追逐就开始了 看这镜头了吗 这就是警匪追逐的标准镜头 这千秒两车 这警车在后面跟着 这一跟 跟多长时间呢 四十多分钟 你说这四十多分钟 我都给你放弯了 你不得恨死我 这有马克说的呢 唯一值得说一嘴的是啊 这新墨西哥走 这景色还是比较独特的 还一片大谎原 尤其能来这自驾一趟啊 应该还是很爽的 因为这小子爬得太远了 他爬了五十多影连 结果不光这圣达费 这警察出动了 连林县的 这托兰斯县的警察 都出动了 最后连那新墨西哥 咒的咒警也出动了 一共五辆警车 就坠他 这小子一看 这么多辆警车坠他 他一辆破旗啊 他跑步稳点 结果这小子开呛了 警察一看他开呛了 也有点含糊 也不敢玩命坠了 这小子又爬了 警察一看 不能让他爬过来 让他爬过来还行 坠了十多分钟以后啊 警察又跟上了 结果这小子又开呛 警察也开呛 这个乱呛之中啊 警察那挡风玻璃 倒让他给打碎了 这美国警察还真是不好看 弄不好这小命就没了 警察结坠 嘴半截啊 墙又响了 不过这回我看明白了 好像这警车那挡风玻璃啊 不如那小子给打碎了 是警察开枪时啊 拿那弹壳给蹦碎的 我不知道各位朋友 注意到没注意到啊 每次叫活以后 这警车和前面那辆车啊 离得就远一点 这说明慢了 说明这美国警察啊 他也怕死 一听见呛降了 他也不敢跟太近 你看前面那车了 几乎现在都快看不见了 过一会儿啊 又一辆警车跟上来了 看这意思啊 这辆警车应该是放弹的 所以他才那么忙 这辆警车上起后啊 明显的气势不一样 哎 紧跟着那辆车 那辆车一看 甩不掉这警车 他就垫着穿过隔离带啊 去逆行去 不过他这小旗啊 他又不是越野车 他拿凯过去去 他凯不过去 他又回来了 这几辆警车啊 在后面就跟着他 也不敢跟太近了 因为那小子呢 一直朝后开枪 这警察也没闲着 你看那子弹壳蹦的 警察也一直朝他开枪 好在这两边这枪塔 都够臭的 谁也没打着谁 在这前面那辆车啊 哎 终于找了个机会 他从这隔离带窜过去了 跑逆行的车道去 在前面那警车一看见 也没游 直接也窜过这隔离带 跑到逆行那车道去 前面那辆车一看 这警车也跟着过来了 他垫打把揮了 结果失控了 他这车一头就炸刀边 那野地里 这拖铺就起来了 哇一看不见了啊 看来这辆警车 确实是防弹车 看了吗 哎 这车往前顾就着 这些警察都跟在车后边 最后啊 这小子命大 哎 这么壮都没死 但是跟他同车那轮的给死了 我猜啊 赶快后排开枪 那是那轮的 没系安全带 这小子是开车的 系安全带的 所以他没死 那轮的死了 所以说这视频再次教育我们 开车要寄安全带 紧这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观看